比如说它里面内部还可以private 就是内部的 student本身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 还可以再宣告它的成员变数 比如说它的grant 它的成绩或者是 底下的话还可以加上什么呢 这个student本身的什么 这个是什么 建构值 建构值里面大概可以定义 要有几个参数 比如说这边的话有id 有一个n n的话也许是一个name 然后 h也许是一个害者 或者一个score它的成绩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建构值可以参数 参数的话可以藉由将来 如果你要宣告实体化 这个student的类别的话 那将来就可以透过参数 传递这四个参数过来 最后的话还可以再建立一个什么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比如说叫studentinfo 大概会有这几个东西 这个是它的成员变数 它这个是建构值 再加上它的所谓的成员方法 里面这个就是所谓的子类别student 那它extense person 所以它extense person的话 它也拥有这个负类别的这个 比如说方法跟它的成员变数的使用权限 怎么去使用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 这边有一个类别图 这边有一个类别图 那这个接下来的话有关于计程的存取限制 它的存取限制这部分的话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在你使用这个负类别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权限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的话呢 子类别它可以继承负类别的所有什么呢 成员变数和方法 特别说因为刚刚的那个person那个负类别 比如说有四个成员变数 应该是三个成员变数 跟四个方法 但是呢在存取时仍然有一些限制 有哪些限制特别注意 实类别 特别说不能存取负类别宣告成什么 private的成员变数分法 所以特别说如果说你负类别里面前面 有那个修饰词是private 在前面的话 很抱歉你子类别都不能存取 这好像刚刚有同学问到 所以这个题目 就是如果你的负类别 这个person里面有宣告private者 就不能够去做存取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第二个就是说 负类别的建构值 不属于什么 类别的成员 所以子类别不能够继承负类别的什么 建构值 也就是说负类别里面的建构值 我们不能够把它当成成员变数 或者成员方法来做存取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 那个是负类别自己的建构值 跟子类别的建构值是没有关系的 好 好 感谢观看